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Lily 以下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林采鳳加拿大卡加利報導 講一口流利的廣東話 一位生長在香港 中印混血的女性 很難想像笑容明亮的她 前不久還深陷在十多年的酒精成人 車禍後遺症劇痛上到腰致殺 是什麼機緣挽救她重回人間 從她下面的字述中尋找答案 我叫謝林 生長在香港 中印混血 粵語是我的母語 英文是我第四語言 我愛香港 那時香港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人 在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 我是個普通的女生 最大的嗜好是讀書 除了課本、天文、地理、哲學、科學無所不讀 越對這個世界好奇 也就越發想通過讀書 一探究竟 我在高中的時候 每科每年都是第一名 我是班長 還是學生會長 之後我上了一所學院 畢業後 做了一名投資顧問 接著在一家香港的定級酒店工作 1989年 我是一個工作非常努力的人 在一家連鎖餐飲店 從低層做起 2005年 我決定完成第一個夢想 那時我剛剛被提升到中層管理的職位 第二天我就辭職 進入卡加里大學 很多人問我主修什麼 我說不上你 因為我喜歡所有的科目 我想學習所有的科目 我想大學不是為了一指證書 是為了學習知識 國際關係、經濟、數學、政治、中文、語言等 我如機似渴感學習 我想大學時已經35歲 但第一年我的GPA 4.0 大學第一年底 我決定實現第二個夢想 我背上了背包 去了意大利和瑞士 旅途的景色是美麗的 然而在我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 我染上了酒癮 旅行結束後 我回到大學 我仍然去上課 但我的心已經不在那裡 我繼續去飲酒 直到不可以去上課 也無法參加口試 喝酒一年後 酒精改變了我的身體 也改變了我的本性 我喪失了自我 喪失了過日常生活的能力 但我外表看起來仍然不錯 因為我刻意地隱藏 所以沒有任何人發現 平靜水下面的泛江渡海 說上家商的是 2010年我發生了車禍 在市中心 一個女人闖紅燈 高速從駕駛員側面撞上我的車 車門塌陷 完全報廢 我發生了嚴重的腦震盪 面部被飛箭的玻璃擦傷 我的大腦幾乎完全停止了運作 周圍的一切都變成了慢動作 警察將我的車拖走 一再要送我去醫院 我拒絕了 因為那一天 我的兄弟生日 我必須去參加他的生日聚會 到了那裡 我在窗旁邊 麻木地坐著 然後我開始感覺到疼痛 從頭到腳 好像淋了一瓶冷水那樣 你慢到全身 別人甚至不可以觸碰我 否則 我會因劇痛而失聲尖叫 任何藥物、任何治療都沒用 我試了很多方法 換了一個醫生又一個醫生 睡在床上 不管用什麼姿勢 都劇痛難忍 疼痛的程度十分之十 那種疼痛 每分每秒 尤其是頭痛 如同別人用大鎚 敲擊你的頭一樣 叫你生不如死 只是想早點了斷 我自殺的念頭從未斷過 2016年 我在網上找到慢性疼痛的援解方法 在這個過程中 法輪大法的紀錄片 進入了我的眼簾 疲患各種疾病的人 被療癒的奇效吸引了我 我馬上聯繫了當地的練功點 參加了舊天班 閱讀了法輪大法的主要書籍 《轉法輪》 在那一周半的時間裡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平和 我好像去了一個極其美好的世界 但當每時每刻有人用取敲打你的頭的時候 你是不可能感到平和 這個詞在我的生命裡已經消失很多年 我居然感受到平和 那時我一度想成為法輪大法修煉者 面前卻橫著一道不可遇的高牆 我一直想回香港 但香港已經落入中共的魔爪 我懼怕像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那樣 遭受慘無人道的迫害 我停止了修煉 但我將《轉法輪》 仍然珍藏在書櫃裡 一藏就五年 很快我又重回到生命的不斷掙扎和通腐當中 2021年 父親住院醫護人員跟我們說 他隨時會走 由於正值病毒大流行期間 家人不莫准探視 我那時並不是法輪大法修煉者 但我仍然記得五年前的奇跡 我向師父祈求幫助 請給我們和父親相聚的時間 哪怕只有一兩天都好 我不停地唸九字真言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醫院突然來電話 可以去探視父親 但因為疫情嚴重 其他家人都很怕出門 我想自己是最適合的人選 於是忍住渾身的疼痛 去了醫院 當我進入病房的時候 父親居然坐了起來 在這裡吃東西 他看見我進來 面上露出了微笑 醫生說 自入院之後 父親從來都沒那麼精神過 我在病房裡寸步不離地 陪了他五天 唯一離開的時段 是回去家裡洗個澡 然後再馬上回來 因為我在這裡的時候 卡成和香港的家人、親友 才可以通過網絡、影片 看到父親 我不知道是怎麼熬過那段時光 我一片又一片唸著九字真言 將印著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蓮花 一片一個放在父親的枕頭旁邊 五天後 父親去世 如果我從未讀過轉發論 我無法確定 我有勇氣度過那段艱難的時光 在病房裡 我感覺並不孤單 有什麼在這裡保護著我 那種力量支撐了我 雖然我在九年前已經戒了走 但酒精引致的改變 已經如同打卡一樣 永遠地流傳下來 我的負面思維被無限地放大 還有生活是如此不公的強烈不平感 我應該是那個讀博士、光環加身的人 但我居然嚴上了走癮、大學異業、萬聖疼痛、無工作 我盡了最大的努力追求我的人生 但得到的是什麼呢? 在無盡的痛苦中 2001年的7月 懷抱著最後一線希望 我再一次翻開了轉發論 這一次我知道了 我必須成為一名法輪大法的修煉者 我沒有了被迫害的恐懼感 反而我以此為傲 兩個月內 我所有的負面思想和情緒 全部隨風而逝 在重讀轉發論 決定成為修煉者後 我明白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業力所致 都是我應該承受的 我心存感激 我走出了黑暗 發現了光明 這是奇蹟 我一直希望有一個人心的導師 現在我終於找到了 師父給我指了一條最靜的路 我深深感到榮幸 我能成為法輪大法修煉者 按照真善忍的原則生活 我覺得人生對我來說簡單了很多 我感到太幸福 感謝師父沒有放棄我 感謝師父引導我回到修年的路 感謝師父給了我第二次的機會 感謝師父把我從無邊的地獄環構出來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與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魚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